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书生academy 疯狂杂货铺终于来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 活动期间在神秘商人的杂货铺购买道具 即可立即随机增加同一类型中一个未购制道具的10%折购 折扣最多累积至90% 它是1月2号到1月3号 也就是说有48小时从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我开了5个号 我们一起来赶快试验一下 像这种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点 因为这个已经90%了 所以我们先点便宜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缺食物 我们先点这个 再点这个 便宜 这里的话我们就 这个是不错的 但是左边右边两个对我来说没有用 那么我来试试看 这个减60 这两个我是不会买的 我最多买这一个 那我看看点下去这个之后这个会减价吗 很可惜没有 拿到不要了 先点便宜的 再点贵的 这个没有必要就不点了 这个鞋都无所谓 那我们下一个 这些都不用 我们先看一下 好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里有个30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那我们先把这个给点掉 然后再把这个给点掉 看到没有 就有百分之那个 这个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 先点便宜的 因为这点也无所谓 所以说随便点点也没什么关系 先点这个 再点这个 再点这个 减50之后就不减了吗 肯定的 好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 当然了 你也可以再点一下免费刷新 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没有必要了 这些都没有意义 好吧 所以就不点了 这运气是蛮差的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 令人值得留恋的东西 除非我 我点到这个 那我们先看 先点一下便宜的 没有用 非常差劲 最多点出来一个70%的这个 我们不需要 那就不要了 先点便宜的 好 非常失败的疯狂杂货铺 那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把这个点完之后 但愿它会出现 减80 减到这上面 很可惜 没有 那 那基本也差不多 这个减到60 那能减很多 减到80% 能减很多 那我们就把这个 一起给按掉了 那总的来算 这是划算的 非常划算的东西 因为你看 这个145 再加两个40 都没有到 240 对不对 他说是随机减少一下 有可能就是 不是当前的 所以说 不一定 百分之百 两百块 买 好了 又到了这个 奇怪的环节 那我们看看 能不能得到 这个减80 减80 nice 看到没有 运气真好 这个非常 这个非常值得的 这个也可以买 但是 我这小号 其实也没有必要 下一个 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目标是 这个可不可以 减到90 可以 来 可以 至少减到80% 还是不错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完全划算的 60分 这个是完全划算的 也就是说 一小时的东西 打7折 是划算的 三小时的东西 打6折 是不划算的 也是7折 会非常划算 那 我这里就没有 必要示范了 因为 没有到我的 小号的心理预期 好 下一个 好 我们 这几个都没什么用 无所谓了 无所谓 但是今天 好像烟花活动 还有事吧 那其实可以 和烟花活动一起做 都是可以的 但看样子 好像 一个都不出 是什么情况 好了 那五个号都结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烟花活动 到底有没有 是有烟花的 是有烟花的 所以说 我们总结的来说 这个疯狂杂货铺 你要算一下 自己的期望 先点便宜的 再点贵的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这个 60分钟 打7折以上再买 不然的话 只要买 VIP商店中的 这个 8小时 减6 这个是比 一小时 7折是 一个个价钱 那3小时7折 那肯定是比 这个8小时 6折是便宜的 好吧 那大家 希望你们 能运气好一点 不要像我一点 希望哪一个都可以 打到 哪个折扣都可以 打到关键的上面 再见 喜欢我的频道 点我的 关注 谢谢 拜拜